佛门的高僧 是尽忠的一代祖师 他老人家在一生当中 弘伐立身的事业 做得很多 令人敬佩 老法师是山西人 家乡的口音很重 所以 在弘伐方面 他有语言的障碍 说话了 大家听不懂 因此他老人家用文字 我们今天看到的 印光方式全息 全部都是用文字 一生当中 讲经说法了 好像只有一次 那是在上海 护过息灾法会 他讲了七天开示 最后传授三规五戒 那么这由这个记录 流通 我想很多同修们 都曾经读到过 这大概是老法师 一生唯一的一词 来讲言 但是他用文字 印诵经书善书 来弘伐一生 可以说是尽了一生的 努力 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备受中国佛教界的推崇 一直到今天 提起印光法师 没有人不尊敬 在他一生 俗印的这些经书当中 反而 了凡事讯 敢印篇会编 安四全书 这三样东西印的分量最多 我从他的版权页 去检查 盖略的古迹 这三种书 他印诵的分量超过三百万册 这个使我看了非常惊讶 他对于佛教的经论 就是进土宗的典籍 也没有印过这么多 为什么他把这三种书 这样大量的印性流通呢 我们现在才知道 挽救现在的劫难 要想就今天的灾难 佛法虽然好 来不及了 佛法太深了 懂得的人 越来越少 依照佛法修学的人 也越来越少 这三种东西通俗 确确实实可以 救度目前的灾难 我在很多年之前 就曾经读到 叫法国 十六世纪的 诺斯丹玛的 预言记 但是我读到的是一种 揭露的一本 不完整 所以我们看了之后 也不在意 上一个月 此地的冯居士 送了三本书给我 两本呢 是诺斯丹玛的 预言全集 另外一本呢 是他的传记 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把这三本书读完 这三本书相当大的分量 读完之后 我在恍然大悟 诺斯丹玛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了凡思讯》里面 所讲的空先生 算命算得非常之准 它是一个不学多文 精通天文地理 那个时候叫星象学 现在讲的天文学 所以 对于许许多多事情的推论 相当正确 但是 他只知道这些现象会发生 不知道怎样去化解 他不懂 那么把这些事情 都推给上帝 世间这些人造作一些罪业 违背上帝的意思 上帝现在发脾气了 要惩罚众生 那么这是他们的理念 我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了 印足 大量宣扬这三本书的用心 所以这个诺斯丹玛这三本书 我看到太晚了 如果我能在十年前看到 我会努力做这段工作 做什么工作呢 将廖凡私讯感应片翻成外国文字 向全世界流通 让大家知道 街是我们自己造的 但是我们也有能力化解 所以我现在才看到